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网传白露观看Lisa风马秀表演 粉丝对街号辟谣 最近,网传白露前往现场观看Lisa的风马秀表演 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热议 然而,刚刚白露粉丝对街号辟谣打假予以否认 让大家对于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 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爆料 白露和她的朋友们前往现场观看Lisa的风马秀表演 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很多人都非常惊讶 因为白露和Lisa这两位明星似乎并没有什么交集 不知道为什么会一起出现在现场 不过,这个消息很快就被白露粉丝对街号辟谣打假予以否认 白露粉丝称,这个消息是假的 白露并没有前往现场观看Lisa的风马秀表演 他们指出,这个传闻完全没有根据 是有人故意制造的谣言 对于这个辟谣打假消息 不少网友表示理解和支持 毕竟,明星的私人生活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我们作为粉丝不应该过多干涉和猜测 而且,这个传闻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可以证明它的真实性 完全是空学来风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对这个辟谣打假消息 持怀疑态度 他们认为,白露和Lisa虽然没有什么交集 但是不代表他们不能一起出现在现场 而且,如果这个消息是假的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它呢? 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看待这个事情 明星的私人生活我们应该尊重和保护 不要过多猜测和推测 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对于网络信息的警惕性和辨别能力 不要轻易相信谣言和传言 2.近日,白露出发前往巴黎时装周 却被网友吐槽形象普通,不重视 白露前往巴黎时装周之际 却受到网友对其形象的普通评价和指责缺乏重视 提到巴黎时装周 我们不能不提及众多明星和时尚达人汇聚一堂 展示他们的个人风格和气质 而这次,白露的亮相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她的时装周首秀让我们眼前一亮 当我目睹白露走出机场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所有的注意力和镜头都被她所吸引 她选择了一种舒适而又随性的打扮 给人一种休闲又时尚的感觉 她简单地穿着一件白色T恤搭配宽松的牛仔裤 脚上则是一双休闲鞋 整体造型既不过于华丽,也不失风度 与此同时,她脸上的微笑以及与粉丝的互动 更增添了几分甜美的氛围 我相信所有在场的粉丝们都会对她简约而不简单地出场造型感到惊艳 同时,她与现场观众的互动更加展现了她真实与亲和的一面 这样的明星怎么可能不受欢迎呢? 然而,在这个时代,似乎总有一些人喜欢评判明星的一举一动 就像白露这样备受瞩目,演技精湛,聚集集受欢迎的艺人 在某些人眼中居然还存在不尽人意之处 他们或许认为她的造型平凡无奇,或者觉得她的风格过于拘谨 然而,我想表达的是,时尚就是如此,她没有固定的标准 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和喜好来打造独特的风格 白露以她独特的方式向我们展示,真正的自我才是最有吸引力的 不要质疑她,反而应该反思自己对时尚和美的理解是否准确 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观 但对于一位艺人来说,我们应该更多地欣赏她的才华和努力 而不是一位挑剔 希望白露在巴黎时装周的表现能够超乎我们的期待 为我们带来更多令人惊叹和启发的事物 愿她在巴黎的每个瞬间都充满快乐,并且一切顺利顺心 最终,我要强调的是,那些风格多变的明星之所以备受关注 并不仅仅因为她们的容貌和穿着 更重要的是她们内心深处蕴藏的才华 而白露正是一位既有外貌魅力又具备内在才情的明星 她让我们一直为她喝彩,感到自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